你现在听的是元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元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美白牙齿 我相信大家如果注重健康的话 都不会忽略自己的牙齿 而坊间很流行 用美白牙膏 或者去牙医里飘牙 或者用激光去美白牙齿 但是可能里面有很多化学物质 还有价钱也很贵 袁医生 有什么天然又便宜的方法 可以介绍给听众可以美白牙齿呢? 当然了 美白牙齿对人的外表是很重要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定期去牙医里进行洗牙 但发觉很多时候 虽然洗了即时就好像干净了 但很快就会变成黄 还有有些人洗得多 牙发浓会有点薄 亦洗的过程可能会有点痛 不要说要时间 花钱去牙医里做 最近我自己在网站 经常都要看到很多这些健康的讯息 现在越来越多了 介绍一些有什么可以做清洁牙齿 又便宜又淨呢? 这些人很强调 他说不用洗牙齿了 三分钟就帮你消除牙齿 他用的方法是怎样呢? 他说 用一个草莓 用梳打粉 我相信是发酵粉 用梳打粉半茶匙 将草莓 用匙羹硬碎 把梳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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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草莓的糊 磨成 变成一些 柔软的牙刷 把这些混合物均匀 塗在牙齿的表面 要五分钟之后 用牙膏 把混合物洗刷 把梳打粉 然后就浓厚 这个做法 在网上 杂志 其实也经常有提及 原因就是 原来草莓里面 含有些 苹果酸 作为一种收放剂 清洁牙齿表面的污点 当然 那个梳打粉 混合了 它就成为一个 天然的牙齿清洁剂 可以脱去牙齿里面 因为咖啡 红酒 或者可乐 在牙齿表面 留下的污积 香港很多人 除了咖啡之外 其实还有一样东西 是很容易 导致牙齿表面 变黑 变啡 那些是什么呢 是奶茶 香港饮茶 茶色是很多的 那你知道了 很多的奶茶 其实都是茶粉开的 所以很容易 你那头洗牙 没多久 很快就那些牙 那些牙齿也会变成黄黄啡啡 那所以呢 这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 那 那 那 梳打粉呢 其实呢 如果你没有那个草莓 那其实梳打粉本身也很有这方面的功效 是的 那另外 他再介绍呢 就用一些吉子皮曬干 磨成粉 那接着呢 就将牙膏呢 就混合一起来 一切来拆牙 那 亦的牙齿也很快 可以变白的 但是这个比较复杂 是的 那你要曬干 香港地 就是要曬干 吉子皮也要几天的时间 对不对 那所以 也就是比较麻烦一点点 好了 但是其实都可以用得着的 第二个 就是用醋 你要用家里的食醋 用陈醋 或者白醋 都可以的 那么呢 就 就将那个醋 含在口里面 但是你记住 这个醋一定是真正的醋 不是那些 不是那些化学的那些醋精 你知道 你今次今日 很多根本是化学东西 那 就将嘴含了一分钟到三分钟 接着就吐出来 接着就拆牙 那当然 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时候牙齿会觉得很酸 有些麻痹的 那 那可能会持续三分钟左右 不会太长的 但是要经常做 大约两个月左右 起码做一次就好了 就是 不需要日日做的 否则对牙齿不利 因为它始终是一个酸 会消耗 会拿走 你牙齿那些 钙的发浪质 那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 就是 间接性做下 那这样 那就是 除了那个 将那个牙齿 可以那个黄迹 可以消除 那也都可以 除口臭 原来 好了 好了 做一些就简单一点了 当你刷完了牙齿之后 滴一些柠檬汁 刷每一只牙齿 那我们看到 我们健康店里面 也有些 标榜是美白牙齿的牙膏 那我们看看的成分 主要是有柠檬 是 还有是盐 用海盐 所以也有些人 就直接用海盐 来做的 那你看一下 酸 柠檬 柠檬 柠檬漂白 大家都知道 好了 那也有些 就直接用梳打粉 就是牙刷里面 用梳打粉 那有些是用牙粉 有些牙粉 是会有一些 那些火山泥 车前脂 那个 Bentonite clay 那个火山泥 这些这样的 的粉 好了 那还有一样 很有趣的 他说 吃花生的时候 就将牙刷碎 但就没有吞了 那将拿花生殻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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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殻 那些 就当牙膏 拆牙 那可以令到牙齿变白 这个大家都不妨 可以试一试 好了 那还有一样 就是大家 烏拆骨 就是那个 蜜鱼骨 我知道 以前有些人 用那些蜜鱼骨 我知道 是用来做什么 是用来做的 吃烟 吃烟 吃得多 那些手就变黄 哦 是吗 那很多人 就用这些 这样的 烏拆骨 就是 加些番茄 来拆掉 这些烟 的粽 在手指的烟粽 但是当然 你也可以把它弄碎 把它弄碎 放在牙齿 就是刮碎 那就是用它 有时候用手指刮一下 你可以看到出来 因为它的 骨是很疏的 很松疏的 很容易刮到出来 这样 那 你看到 我们要弄白牙齿的方法 天然的方法 都挺多的 那就不需要一定 就要去牙医那里 去洗牙 但是当然 很重要的 就是要知道 其实很多时候 这个问题 都是因为 我们那个 饮品里面 是很多 硬料 在这里 实际上 就是奶茶 咖啡 这些可乐 都会有的 那 当然 也有些人 就是因为 吃了四环素 对不对 那四环素 造致那些 牙黑 变黑 其实是很深入的 这些就很难 用这些方法 可以清除 洗牙都其实都洗不到 那 通常 那些人 如果这些情况 通常就只是用些什么 用一些 就是在牙医那里 真的要做很多 的手术 就将它 塗一层 那这个就是 已经是破坏到 自己很难 能够处理得到的了 好了 那 顺便 我们也提一提 就是 我们很多人 就吃了饭之后 就是有 饭气功心 或者吃了之后 很饱饱饱饱 那 其实有些什么 简单的东西 我们可以帮助 我们消化不良 饭后的消化不良 的问题 那其中一个很简单 就是饭后 有些大麦茶 或者是 那些 咳皮水 是 大麦茶里面 我们叫做 尿囊素 和咳皮里面 的有些 辉发油 可以就增加 胃液的分泌 促进 那个肠 胃腸的鱼动 对食物的消化 和吸收也很好 很简单 很多人都会 有些人会 喝点 柠檬水 是吧 其中一个方法 那大麦茶 有些店舖也会有的 好了 那 有些人吃得太肥肥 之后 可以即时有些什么解救方法呢 可以喝一杯芹菜汁 因为 如果一餐里面的肥肥 太多 喝一杯糖分低 纤维量比较 禽量高的 芹菜汁 就非常之有益 那当然 芹菜里面的 纤维素 也可以带走 带走部分 一些浅荒 好了 那香港地 很多人喜欢去打 吃火锅 冬天尤其是 其实香港很多 的火锅店 夏天也是一样的 只不过 它的冷气开得很高 那你去到冬天 去吃 那好了 有些什么可以帮助呢 你知道火锅的 温度高 那些配料 通常又咸又酸 那对胃液的刺激很大的 那吃了火锅之后 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可以考虑 喝一些酸奶 就是好像那些 乳酪那些 那你知道 那你知道 如果我们去 去那些 印度餐馆吃饭 尤其是那些 厚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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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厚的 其实都不是那么酸的 但是 只不过因为那些 胡乳酸在那里 那些好菌 就可以抑制那些腐败菌的生长了 好了 那还有呢 简单一点 就说一下 那个呼吸系统 如果我们 有些什么 润肺止咳的东西 吃了饭之后 可以吃些什么呢 配止 对不对 那这些 可以有 可以叫做 润肺新津 它是养阴清醋的功效的 那对一些 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来说 是一个很理想的 保健的水果之一 但是 废纸就不应该凶好吃的 因为其中 它那些油酸 成分 会 那个胃 形成结块的 那就是 通常要求 都是 吃饭之后 去用的 好了 那香港人 也喜欢去烧烤 那烧烤 然后呢 之后呢 就可以怎样呢 简单之后 吃回一个香蕉 那为什么呢 原来呢 烧烤类的食物 经过烧烤之后 产生一种叫做 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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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要保护肠 内肚子 如果有些饭 吃饭之后呢 喝了鲨 或者热鲨汁 也可以积极在人体内的附養物料 是大量排了出来的 好了 中国人在食疗方面非常聪明 我们通常会吃了蟹 尤其是吃了大萨蟹 通常我们会做什么? 喝姜水 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蟹 尤其是大萨蟹是寒性的 肥胃虚弱的人 吃了之后 可能会引发胃痛 腹射 呕吐 吃了之后 喝一杯温性的生姜 红糖水 能够驱寒、暖胃 促进消化 舒缓胃 胃部不适 当然 糖尿病的人 也不许多用红糖 处理过的东西 好了 最后 简单 就是饭后果 通常人喜欢吃饭后 吃水果 例如苹果、草莓、橙、桃、猴桃 也有维持维生素和抗物炎不足 这些中国人在饭食文化里 都很讲究 做得不错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一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预约回诊 2577-3798 如果想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多谢袁医生今天分享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